翻新片 那我題目稍微改了一下 因為現在iPad上Notebook改成叫做Jupyter Notebook 如果你還不知道,JU是JULIA,PY是Python,後面R是JR 中間T跟E還沒有決定,不過最近有iTorch也有出來了 Torch的版本 這個簡報既然是講iJubit的互動簡報 這簡報當然是用iJubit來做的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可以執行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可以執行的簡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格也是一個可以執行的東西 至少文法是對的,所以我們可以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好處是你都可以執行 缺點是你的簡報常常有可能會當掉 好,我們看第一個 這個就是它基本上我幫他們做個宣傳 就是名義上,名稱上改成Jubit,因為更中性一點 讓那個去年Final Fears有來講過這件事情 就是說要讓這個東西社群更廣大 所以把名稱改成Jubit 然後讓它比較中性一點,不是只有Python可以用 好,那基本上我今天講的東西呢 是Jubit notebook 不過因為我現在用Python做backend 所以還是叫IPod notebook沒關係 配上一個叫做review.js 一個很受歡迎的HTML presentation的一個系統 好,所以我們先回顧一下有關於簡報這件事情 有關於演講簡報這件事情 在古時候,也沒有多早以前 其實我都還有看過 那個以前 在PowerPoint的風行之前 其實用到的,很多人用到的其實是所謂的 這種透明膠片的 overhead projector 這是一個overhead projector 用這種方法來做投影 然後當然也有配合白板,你可以看到另外一邊有個白板 來做事情 所以你現在可能看到 有些講者在演講之前在幹 打他的PowerPoint什麼之類的 以前呢 也是有人在演講之前開始畫他的透明板 透明膠片 是有這種人的 不過通常呢 大家是用影印的方式來做的 不過後來呢 在PowerPoint盛行之後呢 這種事情就比較少見了 1990年PowerPoint第一個版本 出來之後很風行 一旦風行之後呢 也會受到厭惡 比方說這個 有一個教授 什麼管理學教授 David Beatty 他說 PowerPoint就是一種疾病 是管理學上的愛知 所以你知道他是管理學教授 然後那個 下面這個人是專門黑他的 就是那個什麼 他寫了一本書 還是一個 整本就在罵這個東西 那 另外呢 Pieter Novick 他 也在嘲笑 那個PowerPoint 他就把那個 林肯的 蓋子寶的演講 那個 很 很感動的一個演講 他把他說 如果那個演講做成PowerPoint 會長什麼樣子 就變得很可笑 長得有點像這個樣子 然後做什麼 agenda 然後呢 做一些什麼分析啊 那些就變得 他主要講美國在87年前 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所以做一個圖表 87年前 一個國家 然後呢 現在零個 零個新國家 他還是做這種 很愚蠢的簡報 來嘲笑他 不過這不是我的立場 我是說 這還有另外一個 前一陣子 Microsoft推出新的 投影系統 簡報系統的時候 有一些作家就寫說 他已經想不起來 上次看到年輕人 用PowerPoint 而不是President來演講 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感覺好像PowerPoint 已經有點落伍了 不過我覺得工具這種事情呢 工具這種事情 其實是看你怎麼用的 我個人倒是覺得PowerPoint 是一個還算可以用的工具 這類的東西 不過呢 既然大家都是寫程式的 所以我們有更厲害的工具 可以用 所以現代的話呢 Jupyter Notebook 還有說像R Markdown Shining 這種東西 或是一些HTML presentation 他可以讓你用 你的寫程式能力 發揮你寫程式能力 來做到更靈活 更自由的 簡報系統 好 那我們現在主要用的 除了Jupyter之外 另外一個是 所謂的 Refill.js 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的呢 是以下這個套件 叫做Rise 或者叫LiveRefill 是有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到這邊 GitHub上面 有他的專案 你就搜尋Rise 光要搜尋Rise 有點困難 你要搜尋什麼 Rise Notebook Notebook還不行喔 Rise iPython Notebook 最好再加個Jupyter 你就找得到了 不然你就用LiveRefill 也可以找得到 好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優點呢 他整合了 Jupyter Notebook的優點 他可以整合各式各樣的 後面的語言 像Python啊 或者你有Sison 剛才Sison 你的Sison 也有SaleMagic 在iPad Notebook也可以用 各式各樣的優點 計算上的方便性 還有各式各樣圖形的 Mapology 這種東西的 圖形化的 做表格化的東西 還有Refill.js 它的那個二維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這個 投影片 如果你還不曉得的話 Refill.js 它的一個特點就是 它可以上下左右移動 這個有研究說 在人類的認知來說 一維和二維和三維 最適合人類 管組織概念的 其實是 像這種平面上的 用平面的方式來組織 三維太複雜了 一維太簡單了 那另外優點是 它還持續發展中 所以它的功能 會慢慢的 越來越多 比方說 等一下 它的缺點是一樣的 缺點完全一模一樣 第一個 它是Jupyter Notebook 加Refill.js 所以兩個功能 這個很痛苦 比方說 CSS iPython Notebook 有CSS 那個Refill.js 也弄了一大堆 那個CSS 兩個都完全衝突 所以你要把它 比如說字體調整 很正確 其實是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 以後JavaScript都有 所以兩邊 各自衝突來衝出去 所以 比方說 光是按鍵來說 以Refill.js 你可能按個B鍵的話 它會變成黑螢幕 可是你這邊如果按的B鍵的話 B鍵的話 照理來說 它會跑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對了 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在持續發展中 所以它版本常常會改變 我們說 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中間 你可以加一些code進去 常常 除了Jupyter Notebook 會改變之外 Refill.js 也會改變 然後那個 Live Reveal也會改變 所以你的程式碼 剛剛在過去可以用 現在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等一下有些demo 是用影片的方式 是因為 我實在無法重現那些功能 那個在舊版的時候有用 現在無法重現 好 那 而且呢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常常要邊 邊寫你的投影片的時候 邊做你的簡報投影片的時候 還要邊那個什麼 那個 Duel Pull Request上去 因為你要邊改 邊改code 你就發現 在 大概幾個月前 兩三個月前 我為了做簡報 然後就突然又把這拿出來用 結果發現 根本就不能用 還要配取一道一道的東西 才讓他真的可以執行 所以連執行都沒辦法執行 OK 你會看到這邊還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小 我剛才按那些B的效果出來了 剛才按那幾個B的按鍵出來的效果 就在這邊 跑出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簡單介紹一下他的工作流程 他的工作流程 基本上 你就在iPad上 Jupyter Notebook 然後去操作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有很多東西 比方說 一開始呢 你要進入投影片模式 你可以按這個鍵 上面這個鍵 然後呢 你要把每個投影片去做處理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說 你的投影片是 比如說是 要往左往右啊 大綱還是什麼東西 你用這個slideshow 這個sail toolbar 把它選擇這個東西 然後這時候呢 你選完之後呢 你右邊就可以選 slide type 或是subslide 或slide 或者是fragment 或是什麼都沒有 或是skip 你有一些程式嘛 不想讓它看到 就skip掉 然後slide的話就是 直向的 然後呢 對不起 橫向的 大的東西 那subslide就是 可以垂直的 垂直的部分 所以呢 fragment的就像是你按鍵 然後逐步顯示 那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這幾種 用起來很輕鬆 所以你可以專注在內容 而不是在那個 那個排版的上面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那個有關於 你可以設定它的那個 SIM啊 Transition啊 像我現在用的那個 左右的 上下切換的時候 是有點像是 類似3D的那種切換 但是你可以改成 比如說roaming 或者是 你要從哪邊開始 或者你的SIM要什麼 這邊藍色的話就是 因為它一開始白色的嘛 所以你的SIM可以用 都是CSS 所以呢 基本上它這邊 你可以在Python頭做 不過最後呢 你還是要寫到 JavaScript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 iPython Notebook有的 Custom.js 這個檔案裡頭 去修改 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比方說 你可以用那個 LipMotion 可以用手勢來做 不過那個 有點麻煩就是 所以我還是用這個 滑鼠來操作 好 所以接下來 重點就是為什麼 我們用這東西 因為我們手上這台東西 叫做電腦 不是多媒體放映機 如果你拿來放 拋不放映的 基本上呢 你是把 你的電腦來當多媒體放映機 然後我們現在電腦已經很厲害 你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不需要只拿來當多媒體放映機 好 比方說這個例子好了 這是以前 我們在教學 或者什麼有時候用到的例子 叫做 斑馬 趴手 或者叫愛因斯坦 什麼人類最難的 一個謎題 你可能有看過 什麼五間房子 英國人住紅的 西班牙狼狗 什麼一堆東西 然後呢 最後要問你 誰喝水 誰養斑馬 誰喝水 誰養斑馬 好 OK 我們現在做個示範說 我剛剛那個做錯的地方 在什麼地方 就是它沒有變成兩頁 它下面其實呢 剛才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個 你看到 其實有一些東西還蠻麻煩的 因為它有時候切換之後 就是它CSS搞鬼 搞得亂切八糟了 OK 好吧 我還是再切回去好了 這個 它這個其實CSS 本身還是很多問題在這邊 好 那個 好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做 我們要怎麼去解釋這件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你要解釋的事情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可以把它邏輯 邏輯 告訴電腦 比方說呢 我們剛才寫那麼多的字 其實是給人看的 那我們現在電腦它本身 你要把它看成是一個 有智慧的 因為它 我剛才說 它不是只有一個多媒體放音機而已 它不是一個 一個DVD Player而已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可以告訴它很多事情 比方說呢 我們一開始呢 可以告訴它 方式的順序有哪些 現在五個東西嘛 所以所有順序 基本上就是 一二三四五所有排列組合 你可以這樣列 不過這太長了 所以把它刪掉 再重弄一次 OK 接下來你可以告訴它概念 你可以教它 在左邊在右邊 H1-0 H2 就是你的House House1和House2 在緊零的話就是兩個 號碼差1嘛 所以H1件H2等於1 那 如果它是隔壁的話 就它們兩個差距 是正1或者負1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你可以 把它當成一個懂你東西的東西 你要讓電腦知道你在講什麼 不是讓觀眾知道 讓聽眾知道而已 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告訴它 把上面所有事情看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 所有都把它寫下來 你看 電腦真的 因為Python真的是可以 Python本來是個語言 它是可以傳達概念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 讓電腦理解的東西 而且呢 因為大家是Python的Program 所以選Python 說不定比剛才寫的中文字 還容易了解 你剛才看不懂 那題目也講什麼 現在一看就知道 英國人也是紅 西班牙 這個 這個可能會違反Code of Conduct 這個我就不念下去了 不過它意思是它的數字 開始執行 你會發現它當掉了 開始執行 怎麼會成功 不可能成功吧 因為這個 其他的排列組合太多 還是因為我剛才開的GPU有關係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算完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會算完 還是它直接當掉 好吧 這時候你就按Ctrl R 我告訴大家快速鍵 叫Ctrl R 好好 這Ctrl R還是永遠不會讓人失望 OK 好 所以它基本上跑到 後面去了 好 那個 照理來說 這是完全 所以Live Demo 這個東西整合那個 簡報跟Live Demo合在一起 好 那 好 應該它應該會跑完 好 我們直接接到下一個 因為這個請 不曉得為什麼它 會 沒辦法跑這個東西 OK 好 我再跑一次好了 OK 好 我們就把它跳掉 所以 還是不能把電腦 當成平等的夥伴來對待 它實在是 有一些問題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就是 你的資料 好 我們 一般投影片的話 現在如果你看很多講 那個介紹 PowerPoint 那些東西的話 重要在於它的 資訊的呈現 好 那現在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是我們資料來源 比方說我們現在不管做什麼東西 版權力也是很重要 好 所以呢 然後呢 以iXPython notebook 來做投影的時候 你很容易可以做到 告訴它的來源 比方說你看 我現在寫一個 就用request寫的 然後呢 去抓了一個 然後經過那個什麼 BeautifulSoup Pass之後 我可以把來源抓下來 好 所以呢 還好還好 等一下嚇一跳 網路又不通的話就慘了 好 它就直接從wikipedia 抓出最正確的資料出來 比如說這要介紹西伯爾特的話 我就用這個東西 好 那我現在做個例子就是 我用介紹扑克 就是 所謂的World Series of Poker 是一個現在 正在比的世界大賽 世界扑克的大賽 在拉斯維加斯正在比的東西 我這邊有個影片 通常會放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這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 我可以簡單的稍微先放 確定一下影片真的會 基本上就是他們在拉斯維加斯比賽 冠軍會得到一個戒指 那個最大 最後的那個最主要的冠軍會得到戒指 然後呢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跟什麼機率 還有一些數學東西 有些關係 所以我常會介紹這個 那我這邊就直接從上面 用Pandas從頭抓出 Wikipedia抓出它的資料 好 這邊這個資料做的是什麼事情 歷屆冠軍的獎金數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就直接抓到 歷屆冠軍獎金數 所以你可以從上面 直接看到它的資料來源 你在看投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資料來源 然後呢 我那時候 一般來說主要講的就是 比如說它200幾年的時候突然整個大爆發 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都小小的 左下角小小的 到這邊開始突然大爆發 那我後來比如說 大概2008年之後 做完了一次簡報 到了2009年是要重新做一次 因為2009年又有新的資料 就要去裡頭去再跑一次那個圖表 好 1000了 後來呢 在那個2012年在講的時候 又要回去翻 然後再把資料加進去 現在不用了 因為現在你就直接去Wikipedia 一次抓 就算是2016年 它也是最新資料會跑出來 好 那 除了你現在用那個MateLib Prow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其他的東西 我懷疑我是一開始的東西 沒有被執行到 好 那個 所以它前面那個內部分 通常會有EWS 剪掉的東西 其實可以用那ipad notebook的load 把它load進去 只不過呢 因為我現在通常還是直接放到前面 那東西非常非常亂的原因 所以很多 會把很多不同的簡報合在一起 OK好 那 這邊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用那個 Bokeh Bokeh 這個東西來 它圖表會比較互動式 比方說它可以放大 縮小 你可以放在上面 另外呢 因為我們資料 是現場抓的 所以它其實資料來源都是存在的 不像是你一般做簡報 你的資料來源 你的資料都被隱藏住了 你就最後做出漂亮的報表 我們這邊的資料來源 全部都是 你可以找到所有的資料 所以我們不會隱藏任何的資料 所以我們不會隱藏任何的資料 我覺得它是一個在概念上 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另外呢 比方說你還可以配合ipad ipad notebook的 它的interact widget 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呢 我這邊一大堆資料 如果正常在做投影片的時候 我慢慢做 可是因為現在呢 用了ipad 用python 所以它可以自動化 直接上wikipedia 我可以找 慢慢講故事 這可以講很久 每一年冠軍做什麼事情 從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拍手決定冠軍 第一年的冠軍 其實 我覺得 有點 它是大家拍手決定出來的冠軍 拿到後來的時候 真的是用比賽決定出來的冠軍 好 另外呢 除了從網路上抓資料 你可以現場把資料算出來 比方說我要算 對看兩張牌 之間的 勝率 一開始拿到牌 兩個人之間的勝率 你可以直接把它算出來 這都是用python的 也是open source poker evil的那個library 如果呢 牌已經開到一半了 如果你對那個 扑克熟悉的話 已經 那個 community card已經出來了 你也可以照樣可以算 可以給大家看到 詳細的資料 所以這東西 比你在 背後偷偷摸摸摸 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然後產生出來爆表 有一個好處是因為他現場算出來的 讓人家感覺說 這資料有一點點真實性 除了剛才的資料上面 另外還有互動性 除了簡報上面的互動性之外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思想上的互動性 比方說這我常常做的一個演講 就是關於說 一個小女孩 小女孩撿石頭的故事 是關於林肯 就是關於林肯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 林肯碰到一個女孩 做了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 很奇怪 應該是假的 他請他沿路撿石頭 但是呢 他每次只能看到一顆石頭 然後呢 最後呢 要他撿到一顆大石頭就好 越大的話禮物就越大 可是他只有一次機會 不能拿著走下去 因為你知道演算法嗎 找Maximum 只要有一個記憶 記憶注意一個東西 慢慢換就可以 他不行 他不能拿 一拿之後 手碰到石頭就 就買定離手 就要拿出來了 所以有點困難 你可以知道 一開始看到一個 比如說10公斤的石頭 你可能會有點 懷疑後面會不會有20公斤的 你就會 到底想要不要拿這10公斤的 不過他這個有一些 其他的 他比較是個數學上的問題 那 接下來呢 不意外的小女孩就是一直走 然後越來越貪心 一直想 後面一定會有最大最大的石頭 然後結果他一顆石頭 沒拿到 這很奇怪 如果看到最後一顆就把它拿起來就好了 所以非常不實際 林肯就很開心 這也蠻奇怪的 他看到他們沒有拿到石頭就很開心 然後呢 通常你可以看到這個轉帖 也許你看過了 他通常都是在講 人的貪心 很多人解釋在愛情上面 小女孩走的這段路 不就好像是我們的人生嗎 人生錯過了 就再也不能回頭 不過呢 重點是他數學上問題 現在給你100顆石頭 你只有一次機會 你一次只能看到一顆 你要怎麼能夠讓 你找到最大顆石頭的機會 最大 那這東西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演算法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介紹一些演算法 好 那 一開始我們做了一個平台 可以生成所有問題的 另外呢 做了一個測試 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Python成果 你可以看到繞了一圈 就是 讓他 丟了一個函數給他 他測試 他到底拿了多大的石頭 比方說我一開始給了兩個函數 叫做 隨緣跟專情 這兩個函數 所謂隨緣就是 我隨便選一顆 我現在1到100嘛 隨便選一顆 專情就是 我看到第0顆 我就拿走 後面全部不看了 好 因為他要解釋關於愛情上面的東西 我們用這個東西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可以 自動執行 照理來說 這邊會跑出兩個 兩個那個 兩個那個 Progress Bud 不過 可能他要改版了 現在不見了 因為照理來說他會有的 照理來說他會有的 他有一段時間改版之後 已經會不會出來 一開始是出不來的 現在有一段時間改版之後出來了 可是他可能剛才偷偷改版 我昨天是還可以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給同學去問他問題 就請他們互動 讓他們提供一些答案 他想說 比如說有人覺得說 我給演算法 問浩時就是說呢 我前面10顆我先不管 我慢慢看 我看前面10顆我都堅決不拿 好 過了第10顆 第11顆之後 只要有任何一顆 比前面10顆都大的 我就選他 因為 為什麼選10呢 因為10是根號100 聽起來很合理 好 另外呢 也有人 這個 我就不曉得 這什麼蛋頭眼說 完全不理解他在做什麼 他自己叫蛋頭眼說 因為他們 有時候會取了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我本來要把他們名字 弄上來的 可是我都 很怕違反那個code of conduct 所以 年輕人他們取的名字 都非常非常奇怪 我完全不曉得什麼意思 所以我不敢拿上來 那OK 所以總之呢 這兩個演算法我們加進去之後 就可以把它做PK 好 這些所有東西 我們再比一次 好 所有東西他就開始 開始比了 好 同樣的 這邊照理來之後會有一個棒子 還有一個那個 進度表 會告訴你 然後你會發現問號10 遼遼領先 他有747次 好 實際上最好的演算法 大概是問號37 類似這種 問號37 跟那個什麼 一些數學上的東西 危機分有關係 好 不過這東西的話就是 你可以讓 三方互動 那個 除了聽眾 可以 表達意見之外 電腦也可以 表達他的意見 那你也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好 這可以做三方思想上互動 而不是 比如說動作上 一些其他互動 那 其實這東西 在投影片之前 就有這種功能 因為你在黑板上 其實你可以叫學生 上來做問題 可是投影片不能再 就不容易叫學生在投影片上面做 其實這反而是我們把這個功能把它抓回來 我們把這個功能再抓回來 另外呢 因為 Python 它其實可以看成是一種很容易看懂的 code 你可以把它 一般人把它稱為runable storecode 所以我們可以來 用它來解釋一些演算法 才比較容易 比方說這是一個DVA Helmet的1976年的 一個key的交換演算法 密碼學上面的東西 用意是什麼呢 我們在我和你之間 我們要交換一個秘密 然後呢 可是呢 這個秘密 我們事前沒有約定任何東西 我們要經由一些交談之後呢 彼此擁有一個共同的 應該說同一個共同的秘密 這在你 比如說是 SSL或什麼東西常常用 因為你們之前不需要任何密碼 但是你們 存在一個key 可以把你們 直接通訊把它加密 基本上 通常我們過去的話 就是用圖表來做 以前我還做 用PowerPoint來做很多動畫 來做這件事情 好 這個箭頭 跑過去跑過來 你在這邊也可以做 不過我現在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用Python Code來解釋 好 所以第一個呢 為什麼Attack出不來 好 我剛才應該先跑一遍 不過 總之呢 我現在做第一件事情是 我p是那個 prime prime number p是一個 找到一個比 1萬大的prime number 我可以改其他東西 比如說比100大 那如果我改成 這麼大的話 就變成一個更大的prime number 那當然不見得 你可以用random的 可是它基本上是一個大指數 就可以了 G1是任何一個小的數字 任何的數字 有一些條件 但是其實 通常亂選一下都沒什麼關係 我用1000來看 好 1009 因為我在這邊可以 不是只有一個圖表而已 我可以實際上操作給你看 實際上操作給你看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這東西 它是 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大概怎麼一回事 好那我們現在p就是一個大的指數 好 很難相信嘛 這個1000003 它就是一個指數 好 G是等於2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 你看它本來是有latec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就突然失效 好 那 那個 Alice呢 有兩個人嘛 Alice它知道一個秘密 所以我把Alice 放在它的dictionary A是一個秘密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它是什麼 我放在它的dictionary 它是random 從1到p-1的東西 A呢 則是g的a次方 g的a次方 modep modep 對p的餘數 我們現在都會對p的餘數來做 所以你這是g的a次方 所以a基本上g的a次方 969045 那因為小a 小a是隨機的 說每次做它的結果會不一樣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算知道大a了之後 你小a其實並不是很容易了解 不容易解出來小a 小a是多少 如果你解得出來 等一下請跟我講一下 我們可以一起 有一個發財的機會 有些發財的機會可以做 這個可以破解很多 銀行的系統或什麼之類的 好 比如說100好了 我們就把它變成100好了 你看到 我們知道小g是2了 你知道 那你可以解除那個小a嗎 2的多少次方 像mode103 會是等於31 其實很難 很難算出來 實際上是 目前是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讓它在多項次時間 就是再有效能夠算出來 我們再一次把那個prime變大一點點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等一下訊息比較大一點點 好 所以就是 一個大的直數 還有 我們現在大a 大a是公佈了 Alice 有個小a當中的秘密 這秘密當然Bob不知道 Bob不知道 Bob不知道 好沒關係 Bob不知道沒關係 他自己有個秘密 每個人都有個小秘密 好 Bob等於 Bob他也有個秘密在這邊 他就是 小b 他的秘密就是小b 好 他小b我們同樣不知道 那我們通常算是大b 大b也是g的b次方 當然modep modep ok 一旦知道這個大a和大b之後呢 他們就各自回家 去計算他們的k 就是他秘密 共同秘密什麼 共同秘密其實是g的b次方的a次方 那Alice怎麼計算呢 他雖然不知道小b 可是他知道大b 那他直接計算大b的a次方就可以了 那Bob呢 雖然不知道小a是什麼 可是他知道大a 他就計算大a的b次方就可以了 因為那個指數的g的ba次方 等於g的ab次方 所以這就是他們共同秘密 所以用到一些數學上簡單的交換率就可以了 好 我現在要破壞他的漂亮的數學是 因為 因為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litec就失效了 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怎麼樣 他們的那個數字是一樣的 照理來說應該一樣的吧 一樣一樣 剛才應該少執行到什麼 我剛才嚇一跳 居然真的已經說瞎話說他是一樣的 明明就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其他還有你可以做 真正的webGL上面的互動 這是你更常可以做的事情 比方說呢 先講好了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javascript的話 你可以用bryson bryson是把python再繫成javascript 那我前面家那個百分比百分比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ipython都不給油 它是一個叫做cell magic的東西 你可以用其中一段寫bryson 用python語法來寫 然後但是它也控制javascript的東西 我們先看它怎麼跟javascript互動 首先呢 我在做這件事情 我在ipad上display importjavascript的東西 那我javascript的window等於variable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去操縱瀏覽器和javascript的引擎 讓它的window點some variable 我前面加window點的意思就讓它變成global global variable 這個some variable是拍上的東西 然後呢 我讓它等於2015 我從這邊呢 做了一段javascript的碼 然後呢 動態編成javascript的碼 然後呢 然後傳給javascript引擎 所以要執行完了之後呢 window的點some variable 就會等於2015 好接下來呢 這個是javascript的cell magic 我可以在javascript執行這段程式碼 好怎麼執行呢 我把它再用這個ipad上去 一個API 在javascript裡頭的API 再倒傳回去 執行看ipy.execute 這個東西 是反而 在javascript 告訴Python說 我要執行什麼東西 好所以等於像剛才協定一樣 不過前面是從 Python丟訊息 命令javascript做事情 後面是javascript命令Python做事情 好 它就命令它做了一些事情 好接下來呢 原來的some variable是2015 經過java165把它加 前面加上PyconAPAC之後 就會變成PyconAPAC2015 好我們可以做更進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可以把剛才那個 看起來有點稠嘛 你可以把它寫成一段 因為你是程式語言嘛 你可以把它寫成 比如說這樣EVO JavaScript XPR Expression 把這Expression包進去 寫成一個 寫成一段javascript的東西 好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包起來 反正你可以把它包起來 雖然有點醜啦 我承認它很醜 好接下來這段就有趣了 你可以 我這完全是javascript跟Python之間的互動 好我今天做什麼事情呢 我這個some variable現在是PyconAPAC2015 後面沒有驚嘆號 那我現在每一次時間呢 我就 我就 我去叫 我就用JavaScript做這件事情 JavaScript每隔一秒鐘 每次 當這個some variable的長度小於30的時候 我就去叫JavaScript做這件事情 我用setTimeout 原因是讓它之後再做 做什麼事情呢 那 執行 執行 執行這個函數 執行我這一格 執行我這一格 就是說我可以重複我執行這個 你看到左邊這邊4555 所以我等於說 叫JavaScript來執行我這一個 重複執行 那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再Python和它加一個驚嘆號 等於是我叫JavaScript來 來把我叫醒 等於這樣子 每一秒鐘叫醒我一次 我們進來看看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每一秒鐘 左邊的88 89 90 一直不斷執行這東西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這個東西的運用 其實是無窮 非常多的運用 非常多的運用 OK 然後呢你可以把它 趕快跑完吧 浪費了好多秒鐘 你可以把它一直跑 接下來這邊呢 我剛才說了 有一個缺點就是 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們那個很不穩定 所以呢很多事情 其實就把它放在 iFrame裡頭做就可以了 因為既然他們 JavaScript和CS會衝突 所以一個偷吃步 就是把它放在 iFrame裡頭 所以我上面把它放在 iFrame裡頭 做了一件事情 露了這個東西 那這種東西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1010 有玩過舉手嗎 可以舉手一下嗎 都沒有玩過嗎 好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像是俄羅斯方塊 但是它是應該 最近還蠻紅的遊戲 你可以 你可以在這邊做 弄來用去 它雖然在 iFrame裡頭 但是iFrame是可以跟你 自己溝通的 所以我們可以等於 可以做出很多互動式的 Widget 或什麼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我這邊做個 小小的示範 就是我下面做的東西 其實就是呢 我這邊按 我這邊這個 其實它本身 JavaScript有一個AI在裡頭 你按一個鍵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你玩 這主要是做自動玩的東西 好 那我現在做下面這件事情呢 就是 我利用 Python 來控制它 我利用Python來控制它 讓它每秒自動玩一次 好 你可以看到 它自動開始玩了 它自動開始玩了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還可以讀取它的分數 好 所以我這個都是讓它自動玩 大概10秒之後就過去了 好 忍一下就過去了 好 這邊是60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讀它的分數 好 所以一樣的 你可以完全的跟JavaScript做互動 好 它分數我們讀到SomeVariable以後 就剛才寫的那個東西 然後呢 它變成60 好 所以你完全可以跟它互動 好 那你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方說這件就是我之前做過我剛才說的 放在影片裡頭 但是我無法再重置了 因為它跟那個3.js又很衝突了 好 這是以前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iPad上不及 然後本身是在Videos 好跟LeapMotion 以及 那個3D的3.js 混合在一起做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好 簡單說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Live Demo合在一起 好 最好放在Videos有個備案會最好 好 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 你可以想像它 它可以做哪些事情 這也是iFrame 好 那你可以 好 這東西是做一個微積分裡頭做那個 好 旋轉體體積那些東西的 好 那你這邊的話 它雖然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雖然是JavaScript 當然你可以從Python有傳過去 好 你可以從Python有傳過去 好 那 最後再一個 好 這東西有點像剛才那個東西 好 所以剛才那東西本來是在iPad上Nope有直接做的 現在我把它放iFrame了 也可以 好 其實放了iFrame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現場的 我是打算讓講台上面跑出一台跑車 盡量啊盡量啊 好 因為Connect忘記帶了 所以只好 把它瞄準一下 好把它換個 藍寶基尼好了 好 藍寶基尼 然後換的 可以換成白色的 好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各式各樣demo 這PowerPoint可能也可以做 但是呢 應該很痛苦 所以但是你在這邊 可以輕輕鬆鬆的在講台上面弄一個跑車出來 好 那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是 可以告訴大家就是說 既然你會寫程式 既然會寫程式 你就掌握未來 好 因為這東西呢 其實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 它雖然還不錯 但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 好 你一定有被問過 學Python可以做什麼 學Python就可以做這種 做這種簡報 這個 Apple他常回答一個還蠻厲害的 因為Python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就像你用手一樣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好 那 當然 我們期待一個未來 很厲害的未來就是說呢 你 跟那個電腦 把電腦當成平等的夥伴 你跟他講一講說 我要怎麼做簡報 他自動就幫你做好了 好 像我們現在PowerPoint這種程度 就可以做出來 可是問題是 人類了解電腦語言 比電腦學習人類語言容易多了 所以你還是要寫程式 不過大家還好 大家不怕做這些事情 可是問題是 直到最近 我覺得這件事情 慢慢不對了 因為現在那個什麼 神經網路啊 低不得你這樣越來越厲害了 我慢慢感覺到 看起來 電腦以後比人類 我覺得以後 再過20年之後 這件事情會反過來 電腦學習人類語言 會比人類了解電腦語言 變容易了 好 那這個其實 你可以看到很多科幻片 人類滅亡就是從這邊開始的 所以呢 你可以現在有兩個 有兩個趨勢嘛 一個就是什麼 大家都來學程式語言 另外一個就是 Deep Learning的發展 這兩個到底哪一個快呢 決定了人類的未來 所以呢 請大家多多 鼓勵大家用程式語言 iPad來做簡報 這樣才能夠拯救 其實也沒辦法拯救啦 我覺得大概沒辦法 但是可以稍微延遲一下 至少在有生之年 我們不會被電腦統治 好 謝謝大家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像這樣子的 軟體有人在做包裝的動作嗎 可不可以設 就是 pin down 他們的version 然後讓這個變動性會降低 呃 現在還在 我覺得 他的API都還不穩 像你在iPad上 Notebook 那個 Import 那個 Interactive Widget的時候 他都會警告你 這東西還不穩 所以 暫時他 他 我沒有看到有一個 因為這東西都還在發展 但是 我覺得 大家可以 我覺得 這東西會越來越多 就是各式要讓你更方便的 那個套件 會越來越多 像是Plotery那些東西 那種直接插進來的東西 以後一定會越來越多 我想大概還要再 兩年左右吧 真正穩定的話 那 沒有的話 我們再次謝謝 魏老師的演講 謝謝